廿著嘆嘆嘆 嘆嘆 我平時在店鋪通常是十小辣的 因為我一吃辣的我就會出很多汗 在街上出那麼多汗就不太方便了 但是我相信自己可能可以吃到五小辣 但是一定要在家準備冷氣、毛巾才可以真的挑戰 我三次去了北京廚 其實當時的口味已經開始吃辣了 很喜歡吃地道麻辣等的食物 但是因為到了美國 所以我的口味已經炸了很多 已經沒以前可以那麼吃辣 多過少辣 我以前是想爽快 爽快辣就辣 全部留在家裡更會更爽 Yeah 這一天好高興 譚仔三哥請我們Channel C去她們的試食活動 首先喝杯 再和大家介紹譚仔三哥新出的 裸酸湯米線、海螺片及麻辣豬皮 裏面除了用古法醃製的 爽脆酸筍和酸辣豆角 還有來自深海的海螺切片 加上吸收汁 但仍然爽滑的豬皮 真是夠開胃 配上椒麻涼拌魚爽肚 和鳳梨藍蝶花香梳打 這樣就很滿足了 難得嘉朗在這裡 都想知道奧運之後一個月在忙什麼 因為我遲些十月中要去歐洲比賽 其實歐洲打完隊回來 亞洲又飛回歐洲 可能都兩個多月不在香港 所以都要把好這個月的時間 去快點調整個狀態 一說起比賽 不少人都會記起球衣事件 他就說贊助那邊有點眉目 希望下個月比賽前搞定 那就沒有後顧之憂 不怕啦 你開Live 這麼多粉絲支持你 剛剛回來在酒店隔離的時候 跟大家開Live 這個事情一開始做是有點緊張的 但是我覺得是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和粉絲互動 因為平時可能我們也看著練球 比賽 或者我們練球又在體育裡面練 大家未必這麼多機會可以接觸到我們 透過Live就可以 他們有什麼想知道關於我們的事 我們就可以跟他們說 有一個好像聊天式的交流 我覺得是 我也想之後可以繼續下去 不過可能是 開始訓練或者比賽之後 那個次數可能會少一些 但是都很想繼續做下去 說到玩Social Media 真的要向冰女神馬曉晴請教 大家之後不只有漂亮的照片看 這一陣子就開始拍多了影片 因為可能有些人就覺得 你純拍照 很多網上的朋友 其實不知道我真實的我是怎樣的 所以可能會拍多一些比較Lifestyle的東西 可能都會和他們有很多互動 可能就是我幕後製片來的 我大學的時候有在communications 所以Social Media Media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件事 所以可以做回自己喜歡的事是很難得的 如果有機會我們頻道才說你拍片 你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那約定你了 不知道強尼大哥這天看到兩位香港運動員 他的心情是怎樣 我以前是一個體育評述員 對於運動比賽我很投入 甚至以前是我的職業 所以看到運動員 我是有一份額外的親切 我現在主要是健身 一個星期可能就是 盡可能就是三次 少的盡量都一次 所以你說很多也不是的 一個星期兩三個小時 對呀 多做運動身體好 好像姜濤吹吹吹活動雲低 大家都很擔心 不知道強尼大哥 又有沒有想買一本三哥去探望他呢 首先買三哥給姜濤 一定不需要我做 很多人搶著去買 但我覺得這兩天 她是休息 她是休息 我想她家裡好休息 吃啊 家裡飯 睡覺 睡覺 兩天後 你會看到融光換發的姜濤再出現 我覺得她很喜歡吃米 她也是其他會選擇的食物 各位姜濤 又再切到姜濤的秘密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nee 李曼瑩 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到處見 一起去 一看 一看 突然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